我現在都很擔心 語氣中滿是焦慮 買房族JOM在八月初已經核待 眼看九月底就要交屋了 但到現在都還在排隊等撥款 讓他相當煎熬 台灣房市過熱 在央行緊盯下 銀行寄出現代令 卻讓正在深代的民眾 面臨違約的窘境 有專家擔憂 這樣的狀況 恐怕延伸更多的房市問題 如果今天我帶給你 那可以 那你可能相對 你可能要有多少錢 來買我們的 這個銀行推的金融商品 這種事情以前就都有發生過 這個狀況 如果持續再久一些的話 的確房市的交易量跟房價 那當然就有可能會去做一個 下修的動作 從銀行貸不到款 有些民眾跟投機人士 拿股票去職押借款 也讓股票職押利率節節攀高 甚至衝破百分之三 往百分之四靠攏 就連車貸利率 已有同樣現象 股票去做職押 還是跟證券商去做職借 他們也趁這個機會裡面 就把利率提高了 那當然他們說的比較好聽的就是 他要抑制一些 這個要來炒房貸款的人 所以他把利率提高了 那事實上對於放款的人 他利率提高了 也就是說他的收益性 已經相對先拉高 調高利率 美其民是避免投機 減少炒房的投資客 但央行政策 千億把動全身 因為讓一般市井小民壓力更大 如何改善考驗未來決策 再喜歡畫視頻樓 富奇台北報導 你好